罷工捍彙自己的權益 對他們也是勞工也是要放假 有旅客力挺 因為台鐵工會再度槓上交通部 不撤回台鐵公司化草案 醞釀要在五一勞動節不加班來抗爭 所以現在 台鐵工會跟交通部協商破局 所以五一連假 目前台鐵已經取消定位系統 4月17號台鐵就已無法再訂五一勞動節票 在這之前共訂了1.6萬張 後續民眾怕當天出狀況 退了5000多張 目前剩下1.1萬 另外根據交通部統計 五一勞動節將會有九成司機員 和四成的站務人員不上班 就怕影響旅客 交通部配套方案已拟好 根據統計 目前高鐵每天有25萬運輛 而勞動節訂票只有2萬 旅客到時候就算台鐵全轉搭高鐵 仍然可應付 公司也會安排接駁客運 只是民眾搭車成本恐怕將提高 如果這個狀況發生的話會看 搭客運或是高鐵 鐵道搭配旅遊的話 可能影響大概兩三成左右 我們如果從台鐵去轉高鐵 我們成本如果要自己吸收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以為業者也判別走到這部 交通部與諾還會再溝通 他現在並沒有找產業公會協商 根據我們的了解 其實沒有出庭的人數 其實比交通部長這邊掌握的還要高 似乎會就是交通部長不能夠 帶頭做不溝通的這個示範 勞資雙方談不攏罷工表達訴求 但現在看來戰線似乎得繼續拉長 Q&A你們會關於台北長不倒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